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演员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呢 基本上把分支结构和流程控制都讲完了 那个还有旋软结构都讲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有一个语句咱们放在最后讲 为什么要放在最后讲呢 就是因为P2P早期的版本没有这个功能 对吧 新的版本里面后加的功能 但是别的语言又有的功能 对吧 怎么这么绕嘴啊 就是什么 就是 勾吐一句 看到了 留着控制勾吐一句 那有的人说勾吐一句是用来做分支的 那有的人说勾吐一句是用来做循环的 80%的人都认为勾吐一句是来做循环的 对不对 那其实他两个都可以做 你说咱们用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他在P2P的哪个版本没有 为什么又新加进来 对吧 咱说P2P5.2 就5以后的 5.2.6 像5.2的那个版本 是一个非常稳定和什么大众化的一个版本 对吧 然后呢 5.3有了一个很高性能的一个改变 对吧 其中就是都是在P2P5中 5.3以后的版本才加入了勾吐 在以前没有 那勾吐一句呢 是在西语言里面提供的 就是西语言本身提供了勾吐这样的一个语句 通常叫做勾吐循环 然后呢 西加的家里边呢 有人就建议把它去掉 那为什么要去掉呢 后边能够详细的说 这个东西有好处 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对吧 嗯 所以呢 好多人学语言的话 有勾吐的语言里面 好多人都建议说 尽量不去使用勾吐 对吧 因为他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 对吧 但是我给你的建议 不一定不建议你使用 那你先看一下 勾吐是什么 咱们再说一下 对吧 他放在分支结构流程控制之后 那这个语句 咱们看一下它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做一下一个语句 比如说 我这话就随便输出几个 时间关系能就不写那些文字了 输出一 换行 看 我这话 再输出 二 再换行 再输出 三 再换行 那我没得我再输出应该说啥子 真痛 万图辞费 换行 那正常的程序执行到这 看一下 我们扎心一下 是不是一二三四啊 对吧 那现在我可以改变这种执行的状态 怎么改变呢 你看 我现在我想跳过二和三执行 直接到四 对 直接到四 对 勾吐 比如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首先要做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符呢 叫什么名模型 知道吧 只要是写个标记就可以 你我可以是万 对不对 我可以是兔 我可以是MT 我可以是3W 我可以是妹子 冒号 对吧 不管你起什么字 后边加个冒号 就是一个标记 听了吧 其他语言也是这么多的 然后我在上面写 勾吐 是一个关键字 就什么 然后写上你做标记的地方 他就这么简单 直接什么 勾吐到 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 程序执行一 对不对 到这儿勾吐 是不是直接跑到标记位 M在这儿了 对不对 那这两条鱼就是 是不是就是给跳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块 抓新鲜代码 是不是一和四 那其中哪个代码 被跳过了 二三 对二三 那这个现在是循环吗 对吧 那有的时候 沟通就做循环的 不见得吧 对不对 那我们用它可以做分支结构 对吧 那比如说 那我下边再输出一个 看啊 输出 再多写点 输出5 第二 这块 输出 对 六 然后 再输出 一锡 H 再输出 七 第二 你看 我这块再做一个标题 这是妹子 对不对 帅锅 对吧 然后我这判断 你看 对吧 如果什么呢 比如说我随便做一个变量 对不对 X 对不对 就等于真假值假设的 对不对 那如果大华 X是真 我这样的怎么办 跳的妹子 对吧 否则 如果它是假 我就勾脱 什么 睡姑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下 它是怎么执行啊 处 现在处 是不是跳的妹子 来看一下 14567 对不对 那如果这块 我是假值呢 如果是假值呢 直接跳到睡锅 对不对 23 23 那有吗 直接跳到睡锅 如果是假值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这些都直接溜去了 直接跑车开始执行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 跟Switch case那样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指向的指定 跳到哪去 就指向哪的代码 对不对 所以用它能够模拟 Switch case那种感觉 分支结构 是不可以这么做啊 所以这个勾途是一个语字 不一定是循环结构 OK 但是好多人都管它叫做循环 对不对 那怎么循环来的呢 怎么循环来的呢 那如果我这块 在前边这块加一个 对不对 比如说XX的一个标记位 对吧 那如果我在下边这块 看好了 勾途 谁啊 到XX 会什么 对 如果标记位在前边 你看到了吗 直接勾途这个 对吧 直接勾途这个 是不是执行再上一 然后又执行勾途X 是不是又到X之后 是不是又回来了 所以怎么的 代码 是不是循环了 那这个循环会怎么循环呢 肯定是死循环的 那死循环咱说了 前面在循环里边 咱们用什么退出循环呢 BREAK 但是勾途里边尽量不要用BREAK 你看用BREAK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 假如你会做个技术 $I等于0 对不对 能做技术循环 可以吧 在这块 怎么呢 $I 加加 这个技术 对吧 然后这话里边输出 $I 可以吧 然后我们这话 假如这块写上 如果$I大于5 应该循环5次 或者是54 对不对 我就BREAK 看到了 可以用 但是程序 你看会出现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不是0到6 对吧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错误 对吧 是错误宗旨的 听什么 那这块最错误 是往哪里做了吗 BREAK是没错啊 咱说BREAK 在3DK使用行 在4循环 外部循环 度外部循环中 不行对不对 我们也说BREAK 非得在这里用吗 那没你想 那我怎么去出啊 宗旨成语当然可以了 对不对 对吧 那后边代码也会执行了 再用GoTo 对不对 在这里边GoTo 谁啊 看一下 下边是不是有标志外 比如说帅哥妹子 假如这块GoTo 妹子 对吧 这样的话 GoTo直行X 到这块 主要挑战 勾度 是不是直接到下边的流程里了 那下边流程 是不是就具体能往下直行了 是不是就跳出这个循环了 对 而且你多曾GoTo之后 用GoTo 指向哪个就直接跳出哪块 像咱们上几个学的 勾循环 是不是你跳出双子循环 Break几啊 对吧 那他这里边有N层GoTo的话 是不是肯定能跳出去 对吧 那现在我看一下 之前能跳到妹子 现在说后 你看这么多一 然后四五六七 剩下跳出来 对吧 所以GoTo的循环是个GoTo 再去跳出去的 你也能听吧 当然了 我们这个标志位这块 跳到哪执行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通常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加上这这样的括号 看到了吗 就是一个代码区域 跳到哪并直接执行指定的代码区域 对吧 当然那会是一个标题位 下边写也没关系的 对吧 所以这块就是一个GoTo的一个代码区域 这块GoTo妹子到这块来 直接输入GoTo妹子 然后直接执行这一个代码 其实咱不用这招也行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是比较的结果 对吧 但是它只是这样的语字 能理解这个问题吧 你在哪标因为写了大括号 就相当于跳到这之后 直接执行大括号里边的东西 对吧 就像我们符合一个义护语字的条件 直接执行预护大括号里边条件是一样的 知道吧 所以这标题位是随便自己命的 那命名一定有意义 可以模拟分支结构 可以模拟循环结构 对不对 而且想跳到哪就跳到哪 听得懂吧 而且是指定起的速度非常快 听得懂吧 这就是沟通的对点 特别的灵活 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对吧 那我们把开车打开 稍微看一下 这是咱先说举个沟通的语字 对不对 如果大一笔沟通的大之后 数的大小 这是给大家记些语法 最主要的语法上没什么难点 就什么 最主要什么 GoTo的德语师 GoTo有支持者有反对者 刚刚听到说了 GoTo好不好用 非常好用 非常灵活 对不对 正因为它灵活 好用 好多人就不建议用 为什么呢 你看 支持者认为 代码跳转快 方便 执行效率还特别高 对不对 跳转快方便 这刚才都看到了 对不对 效率都没看到 咱想效率肯定是高的 因为它是指定起的 直接吸皮是处理的 对不对 没有那些画画样的结构化的东西 对吧 效率比那种生命运动 对象那种结构化的那种东西 要快四五倍左右 知道吧 所以执行效率快还方便 这是知识说的 对不对 那反对证 就是 GoTo的就是大量使用是个灾难 尤其是在后续代码为一种 沟通于就是 把程序结构造的非常的混乱 读起来很难懂 对吧 那这个它说的也顾无道理 为什么顾无道理 你看看好了 刚才我就写了这么点代码 用了这几个GoTo 你现在读这程序 你都没法读 如果不是跟着当课来讲的来说的 对不对 这就是GoTo的灾难 原因就在这 有什么 代码会特别乱 所以好多人不建议 一写这个的话 程序都不懂了 对不对 所以作员那种 GoTo一句名不叫着 如果不加限制 它确认的破坏风格 对不对 GoTo一句经常带来演员错误 这也倒很少 但是它会破坏一些面上对象的原则 这点很重要 也是好多人不建议的 为什么加瓦里边根本就没有GoTo的句 因为加瓦是纯面上对象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加GoTo了 面上对象就成不了了 面上对象那个原则就成不了了 这是很重要的 对吧 那这里边 我给大家建议什么呢 按事实地说 错误是成员自己造成的 结构混乱 破坏面上对象原则 是承认你设计程序的问题 听着吗 这个东西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 如果你就用它的好的地方 把不好的地方怎么办 尽量避免 对吧 那它就是一个好的东西 听着吧 所以记住了 错误是成员自己造成的 不是GoTo的过错 GoTo本身没有错误 听着吗 灵活方面执行效率高 要善用它就是一好东西 用不好它就是一个坏东西 听着吧 这就是GoTo咱们最重要的一个指示点 在5.3以后的版本加入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戏源早就有了 家里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因为它肯定破坏面上对象结构 对不对 所以既然新的版本有这个东西 大家把它弄熟一些 你可以在后边的你学的程序里边 可以多使用使用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到这里边咱们GoTo就展示大家介绍到这里 语法是不难 对不对 那到这里边咱们的流程控制 这一个大的章节 咱们也结束了 对吧 流程控制记录是程序设计的核心 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这点 离不了它 对吧 但是不是什么难点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几课就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为